接下来这位歌手 他们上面写说叫 《行走的荷尔蒙》 猜得到是谁吗 他的情声和 天籁之音天赐有机的经典有机奶 一样令人惊愧 这一次他要演唱的是张学友大哥的金曲 掌声有请敬演歌手带来的 邱一龙 我猜他会做什么 我猜下来玩吧 这里有经典有机奶 来不来 有位歌手飞不住了 想上台了 对 其实应该有个火锅就好了 金点 歌手 现在继续 好了 接下来这位歌手 前两场他都是与钢琴相伴 今天他不弹钢琴了 他要带来的是陶笛 掌声有请敬演歌手带来的 邱一龙 挑了一首这样的歌曲 其实跟个人的情节可能有一些关系 在我的音乐 历程当中影响过我的人很多很多 玉智老师是其中的一位 他的歌陪伴我大概从初中吧 一直到现在 他的创作的生命保持一直是那种旺盛的状态 到了我自己四十多岁 就像那种情感是说 我虽然不认识你 但是好像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四十年的那种感觉 这首歌本来就是东方的歌 它应该有东方的色彩在里边 这个叫陶笛 之前完全没吹过 还要练呢 所以我今天去学这个陶笛 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 因为我很怕我的其他的一些想法会破坏他的意志 我觉得音乐它其实是带给人一个梦 就像我从小其实是受到那么多人的梦的感召 然后我进去了 我希望我也给别人梦的感觉 我不能说这个歌就像科学一样 可以带给你一个便利或怎么样 但是人是要有梦的 人如果没有那些东西的话 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幸福 加油 李泉大哥 大公子 他也想把说可能 你也在来 这 pencil 也想把你不是 我一定是 带给人 你还会 吗 好 秋一濃 泪人心上秋一濃 一杯酒轻轻挽住 离别多 夜落的季节离别多 握住你的手放在心中 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 不怕强思过 只怕你伤透 任志愿任在风中 聚散都不用我 不怕我孤独 只怕你寂寞 不处说你愁 不怕我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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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怕你寂寞 不出手 你转 我第一次听她真假声转换的歌 还不像四天学的 他从小这样子练 音乐很快的连结